易能靖曾经最爱的男人,如今46岁变成了这副模样,怪不得易能靖会和他分手。 说到易能靖,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哈林、秦浩,还有黄韦德。 易能靖和哈林可以算是患难夫妻,曾经共患难过。 但随着易能靖和黄韦德恩爱照曝光后,20多年的感情也悄悄地走到了尽头。 当年易能靖和黄韦德的牵手照片,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,不可开交。 嫁给哈林后的易能靖,虽然看得出易能靖是嫁给了爱情,但是这份爱情太卑微了,卑微到全爱里。 那时的易能靖,相信是爱黄韦德的,只是在错的时间里做了错的事情。 之后的黄韦德,也一直不温不火,虽然演技很好,拍了很多好戏,却被大家忽略了。 直到在拍《狼牙榜》的时候,才重新被大家忌起,一个演戏认真的男演员。 还有他演的包城。 只是,平时生活中的他,却让人认不出来,整个人穿得很随便,形象很一般。 确实上班的时候拍戏,下班的时候就是自己了。 而他的女朋友,跟了他足足26年了,却一直都没和他结婚。 从20多岁熬到40多岁了,却被黄韦德号住仍不结婚。 这样的形式,让很多人都不理解,大概娱乐圈也正是这样无期不由吧。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。